5月中疫情升温 泰佩茨基医院最高同时收治168名患者 到7月27号全国降至二级警戒 医院防疫旅馆照顾将近900人 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院内或馆内感染 大家就是非常小心 没有掉以轻信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99%的同仁 在第一时间都至少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 那第三个呢 我觉得环境的清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其中专责病房护理师除了照顾患者 许多勤销工作也由他们亲力亲为 消毒之外还要再做绑带热动 它是有技巧的 它不能压避免气带动的这些病菌往外陪飞扬 环境地板的时候我们要做漂白水 或是酒精的消毒 还有就是厕所要做清洁 而院内感染管制中心 也会到各区提供相关建议 感染管制师们负责的专责病房 我们都会开会 要求感染管制师们要到病房去做查核 在一般病人最常走动的门证区也不松血 从入院前的快筛PCR检测 大门口的身份确认 院内同仁自发性环境清洁消毒等工作 全院不分你我 不分地点动起来 共同防堵疫情扩散 大约新闻台北报道